香港知名男星漢破紅塵出家 近照曝光辨持微線、木、染風月片走紅 近日一張照片在網絡相掀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波蘭 照片裡一個穿著灰色增袍的男人 正和幾個遊客談笑風生 他面容和外眼角雖然爬上了奢許皂紋 卻遮掩不絕微雨間透出的慈悲與祥和 很難想像這個仿佛已經將一切都看淡的出家人 曾經是香港影史上最著名的古臥仔之一林偉亮 哪個在九十七古臥仔之戰無不勝中 用一個眼神就能讓人膽寒的大天儀 網友們紛紛留言有人感嘆歲月無情 有人唏噓人生語氣 也有人對林偉亮的選擇表示不解 究竟是什麽讓曾經暫在聚光燈下 享受著名利與掌聲的他 選擇了一條自然不同的道路 遁入空門 從此與清燈古佛相伴 故事要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書起 彼時的香港影壇正值黃金時代 黑幫題材的電影層出不窮 也捧紅了一大派 將林偉亮這樣天生自大狠敬儀的演員 憑借著高大見識的身材 寧哥分明的面旁 林偉亮很快在眾多古惡仔電影中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成為備受導演青奈的金牌配角 然而真正讓林偉亮走進大眾視野的 還是1997年上映的 《九十七古惡仔之戰無不勝》 這部由漫畫改編的電影 講述了香港黑幫社團洪興的故事 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成為一代人心中的經典 片中 林偉亮飾演的大天爺 雖然氣氛不多 卻因為鮮明的人物性格和精彩的演出 及觀眾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大天爺這個角色和鄭衣健飾演的陳浩南一樣 都是洪興社團的骨幹成員 但與陳浩南的重情重義 冷靜銳視不同 大天爺的性格更加衝動 也更加魯莽 他做事不計後果 一言不合就拔刀雙向 是典型的四肢發達 頭腦簡單的以血青年 儘管如此 大天爺生上的義氣和血性 依然打動了無數觀眾 他可以為了兄弟兩勒插刀 也可以為了愛情憤不顧身 在哪個充滿著江湖道義和兄弟情義的年代 大天爺的出現 無疑滿足了無數年輕人心中對英雄的幻想 然而 也正是因為這種衝動和不計後果的性格 最終導致了大天爺的悲劇結局 在影片的高潮部分 大天爺為了保護心愛的女人 被亂都撼死 結束了他短暫而壯烈的一生 大天爺的死讓無數觀眾感到滿色 也讓林偉亮的事業達到了頂峰 憑借著這個角色 林偉亮一躍成為香港影壇這首可以的身性 片若不斷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就在事業清清日上的時候 林偉亮卻做出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決定適應 2004年 林偉亮對外宣布因為個人原因 他將暫時推出娛樂圈 消息一出 立刻在香港影壇引起了軒然大波 影迷們紛紛猜測究竟是什麽原因 讓這個正處於事業上升期的演員 突然選擇放棄一切 有人說 林偉亮是厭倦了娛樂圈的浮華與圈竅 想要過一種簡單的生活 也有人說 他是因為感情受挫 心灰意冷 所以才選擇逃避現實 的確在感情方面 林偉亮一直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宿 他年輕時也曾談過幾次戀愛 但都無疾而中 其中罪讓人稀虛的 莫過於他和一代女神周凱薇的那段情 據了解 林偉亮和周凱薇相識於他做游泳教練期間 當時 周凱薇已經是紅片香港的一線女性 而林偉亮還只試過初出茅廬的毛頭小子 兩人因工作關係逐漸熟悉 並發展成戀人 這段感情在當時引起了不少的轟動 畢竟一個是當紅女星 一個是默默無名的小演員 身份地位的懸殊 讓這段感情從一開始就不被外界看好 果不其然 這段感情並沒有持續太久 兩人就因為性格不合而分手 分手的原因 除了性格上的差異 更主要的是兩人事業發展的不平衡 比時的周凱薇 正處於事業的顛峰期 片藥不斷 各種代言 活動也接種而來 幾乎沒有時間經營感情 而林偉亮雖然在九十七古惡仔之戰 無不勝之後 人氣有所上升 但依然只能在一些電影裡出現一些配角 兩人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最終導致了這段感情的破裂 與周凱薇的分手 對林偉亮的打擊很大 她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最終她選擇歸依佛門 希望在寺廟的清淨之地 找到心靈的平靜 2009年 林偉亮正式態度出家 化號色顯為 成為了香港大埔慈山寺的一名普通生人 消息傳出在網絡上引起了不少的轟動 很多人都無法理解 為什麼一個正直壯年的演員 會選擇放棄一切 遁入空門 面對外界的質疑和猜測 林偉亮始終保持沉默 她不再接受任何媒體的採訪 也不再公開露面 仿佛人間蒸發了一般 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中 有人說 林偉亮選擇出家 是因為看破了紅塵 厭倦了娛樂圈的浮華與虛偽 想要過一種清淨無謂的生活 也有人說 她是因為經歷了太多感情的措施 對愛情失去了信心 所以才會選擇遁入空門 尋求心靈的餵食 對於這些猜測 林偉亮從未正面回應過 或許對於她來說 這些都已經不再重耀 因為她已經找到了 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那就是遠離塵世的勸要 在佛法的海洋中 尋找心靈的平靜與解脫 在寺廟的幾年裡 林偉亮潛心修行 過著規律而減破的生活 她每天做起還經打坐 三時五度 潛心研習佛法 將自己完全融入到寺廟的生活中 仿佛她本來就屬於這裏 而不是來自那個 不光十色的娛樂圈 漸漸地 林偉亮身上的淚氣和浮躁逐漸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淡然與平和 她不再執著於過去 也不再擔憂未來 此事活在當下 珍惜眼前的一切 雖然遠離了娛樂圈 但林偉亮並沒有與外界完全斷絕聯繫 她偶爾也會通過社交媒體 和朋友們分享一些自己的近況 但更多的是轉發一些 關於佛教的知識和感應 從她分享的內容中 人們可以感受到 林偉亮已經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心靈家園 她不再是哪個在電影裏 喊打喊殺的古獲仔 而是一個內心充滿慈悲與智慧的分門弟子 2022年 一張照片在網絡上流傳開來 照片裏 林偉亮身穿灰色增袍 戴著一副黑胱眼鏡 正和幾個遊客在寺廟裡合影留念 照片中的林偉亮已經沒有了當年戴天儀的影史 取而代視的是一份慈眉事務 和諱可親 貪面戴眉笑 眼神清澈 仿佛看透了世間的一切 吸人一種如目春風的感覺 這張照片讓很多網友感慨萬千 有人說 歲月不敗美人也敗不了古獲仔 曾經的戴天儀 如今變成了慈眉事務的飾演 為大師 讓人不禁感嘆 時間真是個神奇的東西 當然 也有人對林偉亮的選擇表示不解 認為他這樣做太可惜了 畢竟 以他的條件和實力 如果繼續留在娛樂圈發展 肯定會有更大的成就 但對於林偉亮來說 這些外在的東西 都已經不再重搖 因為他已經找到了 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 那就是內心的平靜和幸福 林偉亮的故事 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在當今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 很多人都被明理所累 迷失了自我 忘記了初心 其實 人生在世 因為最重要的不是擁有多少財富 也不是取得多高的成就 而是走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並為之努力奮鬥 就像林偉亮一樣 他可以為了夢想 放棄安逸的生活 毅然決然地踏入娛樂圈 在哪個充滿競爭的行業裡 摸爬滾打 他也可以在功成名就之後 選擇放下所有 歸依佛門 去尋找心靈的平靜和幸福 人生沒有對錯 只有選擇 無論你選擇哪一條路 只要是你內心真正渴望的 就勇敢地走下去吧 林偉亮的故事 就如同一部充滿戲劇性的電影 從江湖到佛堂 他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轉變 或許 對於他來說 這並不是結束 而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我們無法預視未來 也無法改變過去 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度過當下 希望林偉亮在未來的日子裡 能夠繼續保持初心 再修行路上越走越遠 也希望他的故事 能夠給更多人帶來啟迪 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方向